另外這疫情回到後 毒品的犯罪也越來越多了 今年前七個月 國內就差到五千六百多公斤的毒品 這檔中看到早蘇是最多減四聲 檢訪說越獲早蘇毒品 前幾天其實都不到三十個 如果今年少有八十七的人 另外核心間涉毒品 今年也有買多三百的人 對啊 你在幹嘛 剛才喝點這個三千年燒的 十五人是很緊張 說話大致又在挑戰 原來他分數店有創毒品 想要把警察解釋 算是三公施不對 你這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我從那邊捡到的 一個說是在錄點Q的 一個說是在理館發現的 無論他如何解釋 分數店有大麻都要讓醫生 警方在錄的做人減 不時就發現毒煩 再來毒品的問題到底有多減重 毒品的主要來源地的話 那基本上目前還是以境外走勢占多數 約在大約是四成左右 今年 旅客夾帶毒品走勢的案件數 也確實叫前兩年增加很多 故事今年一月至七月 後來插到毒品的量 就有五千六百多公斤 比去年冠季多兩百六十公斤 其他並佔最多 尤其是疫情開放後 立刻討早上毒品走勢 今年也嚇到八十七人 就嚇到的速度 還不會付毒品拖開的速度 甚至討集到學校裡面 今天警方已經查到賣三百的學生 跟毒品有關聯 故事一月分至六月分 學生有不難用 跟去年同期來比增加十五% 如何控制毒品進行後方 也正做現在第一要緊的事情 記者 總括報道